我們剛剛都講說久坐是不好 有個上班族就是這樣三幾歲 他每天就這樣打電腦打電腦 所以他開始肩脊非常的痠痛 那他就想說 其實他真的已經很久沒有運動了 於是他決定為了要 徹頭徹尾的改變他的習慣 他就開始去健身房 結果去了三個月之後 奇怪症狀不僅沒有緩解 是更嚴重 後來他真的覺得太奇怪了 他就來找醫生 那時候我們來一看 我們就看摸他檢查 左右兩邊是神經不太對稱 我們就去做了X光 他的脊椎 頸椎我們其實 其實這個是下面的腰椎 我們上面的頸椎 其實每個頸椎 它都是漂漂亮亮會有一個弧度在的 只是弧度的大小 頸椎本來就有個弧度 那個人的頸椎是 我們的弧度是這樣子 就是側面來講會是這樣 他的弧度是往前的 就是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當身體出問題 往往都會有徵兆 但你知道 是生活的小習慣害得健康糟蹤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 就要幫你揪出這些壞醫習慣喔 今天的三位藝人 也邀請來跟我們一起討論喔 我們今天討論體重組 當身材健康走蹤的時候 影響的不僅是只有外觀 還可能引發很多疾病 對 就是在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知識大走蹤 貪坐在沙發 翹腳 跟駝背站立挺出肚子 我一直在身無犀牛 沒有 放輕鬆 放輕鬆 吸 吸得很吸 導播待會兒 渡到三十幾分鐘 不注意還會帶你渡 你這樣提醒導播的 好 我會展現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 當心脊椎滑脫 還有長骨刺 做骨神經疼痛 針對剛剛幾個動作 其實還滿常 翹腳 很多人都會有 然後再來就是 什麼叫站立挺肚子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過 女孩子 對 女孩子穿著高跟鞋 就是這樣 整間很多穿高跟鞋的 因為你穿著高跟鞋之後 你的力量 腳的重心就擺到前 往前了 所以你身體為了要平衡 你一定會把翹起來 想說讓自己體態比較美 所以很多女生好像穿高跟鞋 整個體態變美 但事實上這其實有點不符合 它是違背你的人體 原本的那個工學的 所以就是其實你久了 你累了 肌肉累了以後 你就會凸肚子 然後 對 你也是一樣一個平衡 身體從側面看是個S型 我們一般正常的腰椎的弧度 我們從側面看 大概屁股當然是 一定是比較突出的地方 大概是維持一個弧度 那你太 屁股太翹也是沒有辦法 也是不行的 你對於你的骨頭 跟骨頭的椎肩盤的壓力 可是因為你肚子一挺 這邊就會變幅度變大了 所以就是盡量要縮肚子 對 而且你肚子一挺 一突出來 這都是一體成型的 都是為了要重心平衡 但是這長久下來的話 對於腰椎的影響 是最直接的 你貪坐在沙發上也是 其實你想想看 我們的腰其實是要 微微的向前挺的 但是一旦你肚坐在沙發的時候 你是整個往後的 對 對 藍骨頭一樣 整個這樣彈著的 那會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是 對 完全就是整個 這樣就變成一個彎 對 要斷 對 它會變一個 因為你現在是這樣會變這樣 可是你拗過的話 會變幅度 對 但是因為你沙發 沙發是直角 你中間這個騰空的 你會一直騰空用命 對 這個空的 對 對 所以這個追肩盤的壓力 長久承受下來 就為什麼我們很多問題 到了年紀比較 中老年的時候比較容易產生 其實你很多姿勢是年輕的時候 慢慢累積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夠耐操 那個症狀都 都不會顯現出來 大概都是要到中老年 你的肌肉開始萎縮了 這種長期姿勢不正的勞損 對你的追肩盤的傷害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在 其實這是模型 我們模型看到是骨頭骨頭 一節一節的 其實人體的正常的構造當中 其實前面是有 中 中橫的中 這個中韌帶走在前面 它其實有個保護你的這個脊椎 是一個漂亮的弧度的關係 我們可能有時候會聽到 帶長輩去醫院去聽到醫生講說 你的骨頭走掉了 滑脫了 什麼叫滑脫 就是這個韌帶 長期因為你這個姿勢不好 然後這個韌帶開始變得比較鬆脫 你的椎體一節一節的開始 跑開來了 錯位了 對 這種錯位了 或是有的中醫會說 你腰很滑脫了 就是指著這種滑脫 重點是對神經會有 或多或少的影響 那其實我一定要在這邊強調一個 翹腳 因為我們女孩子太容易 太偷 對 這樣子 這樣子算嗎 對 真的是翹腳 而且這樣會感覺腿很長 對 像是優雅很美 對 對 我的腰 國際禮儀上面好像這也是一種 就是特殊的一個姿勢 就是這樣做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在於哪裡 當我們翹腳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重心 在你的屁股的其中一邊 對 你不會在正中間了 會在右邊 對 那你看你翹哪邊 你的屁股 你的重心轉移的話 其實你對於你的坐骨 坐骨 骨頭上面的一些關節囊 還有最主要是屁股深層的 鯉狀肌 我們很多人的鯉狀肌症候群 你鯉狀肌股在痛 它會這樣這樣伸下來 牽引到大腿 就很多人覺得說 我是不是坐骨神經痛 其實 有時候根本就是你的坐姿造成的 還有腳會馬 對 因為鯉狀肌症候群 有時候你那個鯉狀肌發炎了 你沿著神經走下來 你會覺得腳馬 然後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腰椎 椎間盤突出 有時候根本就跟你的翹腳 你的二浪腿這樣子久了有關 那其實呼應今天的主題 就是姿勢走中對健康的影響 再來就是美觀 其實你知道我們的 對 其實你視覺上屁股會越來越大 真的 對 因為我們骨盆 它其實是一體成型的 是一個圓圈環 那其實你常常這樣翹腳 你就是把它的 中間緊緻的韌帶給撐開 你要去把你的腿 髖關節做這個內旋 外旋的這個動作 久了以後女孩子屁股容易變大 其實常常我們姿勢不好 都是因為肌肉沒有力量的關係 那肌肉撐不住你骨頭原本的姿勢 所以它沒有力氣的骨頭位置 就會跑掉 舉個比較常見的例子就是 其實我們肌肉可能沒有沒力氣 可是我們姿勢真的錯的 第一個就是像我們來賓坐的這個椅子 就是只要是沒有椅背的椅子 然後是坐在前面的這樣子坐著 就比我們站著的時候要 脊椎要承受的壓力大概是2到3倍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錄完影之後 會不會覺得有點 所以下次有在身邊抱怨的意思 對 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還有再來是 就是常常大家地上東西掉了 你不會腳蹲下去撿 你會彎腰下去撿 那這個時候也是 2到3倍以上的壓力 那最恐怖的是你坐著撿 所以你今天坐著 然後東西掉了 你直接這樣下去 是對腰非常大的傷害 就是很多做辦公室的人比掉的 就這樣坐著這樣撿 對啊 我這邊一個案例就是 28歲的一個銀行行員 因為是行員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是要一直坐著 上班8小時 大概6個小時他都在翹腳 所以就是這邊麻了 就換另外一隻這樣子翹 然後中午也不太出去 然後都是在辦公室裡面 那他最喜歡的就是翹腳撿東西 那已經是超過5、6倍以上的壓力 他就是常常這樣 坐了5、6年喔 那他有一天就是翹腳趴著睡覺 然後就覺得怎麼辦 好像這鬼壓床了 起不來 然後後來他就覺得怎麼有點 那個椅子有點濕濕的 結果他開始有點濕近 然後就發現他全身動不了 後來是因為那個椎間盤 壓到神經的關係 那趕緊就是送醫發現 他是腰椎的第5、第6節壓破 對 所以就是趕緊開刀 那在復健的時候他就跟所有的人說 請大家不要再翹腳 我就是因為翹腳 然後就是濕境 然後過來這邊復健 請大家不要這樣 彥均講的其實那個尿濕經那個 那個其實有時候是個急症 我們叫馬尾症候群 那其實其實我們神經科有時候會遇到 那這種東西就我之前遇過類似 就是說其實我們坐 除了坐姿勢關係之外 因為時間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講久坐傷腰 久坐真的很傷腰 你除了姿勢不良 又長時間在那邊坐 其實的確會造成 我們椎間盤的突出或破裂 或壓迫到神經 那我之前就有一個病人 她其實是三幾歲一個女性 有點微胖 那她是在代工廠做那個組裝的 所以整天坐在那邊 那除了工作時間很長之外 又常常回家 一回家就什麼 坐在沙發 然後就躺在那邊看電視 對 就她有一天早上 她就是 她其實已經被痛好幾天了 那有一天早上 她就是突然之間起床一個翻身 大叫 很痛 劇痛 然後劇痛 然後整個那個痛還傳到腳底這樣 然後腳整個麻起來這樣 那她就趕快來我們醫院看 那到我們診的時候 我發現她腳除了痛麻之外 其實腳有點沒有力氣 我沒有力氣 那時候我趕快幫她做一下 那個神經學檢查 發現她的神經反射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會敲她譬如說膝蓋 或是腳踝那個地方 常常看她神經反射 都沒有神經反射 那代表什麼 神經有壓迫到 壓迫到 那我那時候又多問了一個問題 就說 那妳最近大小便 這麼正常 她說我便秘了好幾天 然後都大壞出來這樣子 那我一聽就驚覺不對 我就覺得說這個是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 馬尾症候群 當然它的椎間盤 或是有長一些東西 壓迫到我們馬尾 就是馬尾就是我們的 腰椎間綴那個神經 到最後那個 它會變分出來像細細 像那馬的尾巴一樣 那叫馬尾那個神經 那壓迫到之後就影響到我們肛門 還有我們擴躍肌的一些力量 那我當下趕快請她趴著 我幫她做一下肛門的直檢這樣子 那手進去她肛門 肛門完全會鬆的 沒有 我們講annotone 那完全沒有張力這樣子 那我趕快就跟她講說 這樣要排核磁共振 果然它那個第五節 腰椎第五節那個地方 壓迫到我們這麼嚴重的神經 那趕快緊急匯診神經外科醫師 做處理 那趕快開完刀之後 還好她痛就好很多 不過她還是留下一些後遺症 她的大便 還是大概三到半年左右 都大不太出來 都要靠那個篩劑 都大不太出來 造成這個後遺症 我們剛剛都講說 久坐是不好 有個上班族就是這樣 三十幾歲 她每天就這樣打電腦打電腦 所以她開始肩頸非常的痠痛 那她就想說 其實她真的已經很久沒有運動了 於是她決定 為了要徹頭徹尾的改變她的習慣 她就開始去健身房 結果去了三個月之後 奇怪的症狀不僅沒有緩解 是更嚴重 後來她真的覺得太奇怪了 她就來找醫生 那時候我們來一看 我們就看摸她檢查 左右兩邊是神經不太對稱 我們就去做了X光 她的脊椎 頸椎我們其實 其實這個是下面的腰椎 我們上面的頸椎 其實每個頸椎 它都是漂漂亮 會有一個弧度在的 只是弧度的大小 頸椎本來就有個弧度 那個人的頸椎 我們的弧度是這樣子 就是側面來講會是這樣 它的弧度是往前的 就是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而且那個每一節是直直的 甚至有一兩節往前突出去了 那就想說三十幾歲 你怎麼可能會變成這樣 你又在運動 那聽她的症狀是變惡化了 我們再仔細去問她的運動狀況 原來是她運動的時候 習慣產生的一些錯誤 就長期知識不對 她是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正常運動 她的運動是跑健身房 她在跑步的時候 她會把她的手機 因為想說都沒有時間 就趁運動的時間要來追劇 所以她就拿她的手機 放在那個檔的前面 我也會 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多人都是這樣 因為蹲散注意力 對 因為很痛苦 運動的時候你覺得 跑不下去了 就放一些想看的東西 對 她在看的時候 她其實因為太小了 所以她其實習慣是這樣子 往前跑 她又覺得這樣阻力比較大 可是當你長久 其實我們現在都越來越呼籲 就是不管是運動也好 習慣也好 是正確為主 而不是過度 她就長期的以為 她這樣子是沒有任何問題 可是因為她長期 這個姿勢是往前的關係 可能在這三個月內 她原本的神經已經有被壓到 可是卻因為她的運動 跟姿勢錯誤的關係 她反而是惡化了 我就超愛翹腳跟久坐 然後我譬如說 我甚至連彈鋼琴 我都會翹腳彈鋼琴 我都可以這樣子踩踏板 我可以這樣 我感覺就是如果不翹腳 我就覺得渾身不對勁 結果我就常常就變成有點 下背痛 這兩塊肌肉好像就有點那種 拉傷的感覺 然後就去看那個復健科 然後復健科就說 你的姿勢非常的不良 然後又加上我愛看手機 因為等戲時間太無聊 我就會攤在椅子上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看 結果這邊就開始 我這邊不能轉 然後我這邊也不能轉 會… 然後上眼也不行 然後低頭也都不行了 然後就趕快去看復健科 醫生就說你不要再玩手機了 然後你叫我不要再這樣亂做 我們為了這個草很多架 我就跟他說不要這樣玩 因為他幾乎 但是他說我們拍戲都是在等 如果不玩這個我要幹嘛 對 然後我跟他說都已經很嚴重了 而且那醫生說 如果你再這樣玩 你真的會出事 其實有兩個姿勢是大家最常犯的 剛才那一旦講翹腳 其實還有 駝背也是一樣 駝背不是說你站立駝背 你坐著駝背也是很糟糕的 各位可能不曉得 就是我們脊椎是人體 一個沉重的一個器官 類似一個器官一樣 其實你知道你平躺跟站立跟坐著 哪個動作 其實你脊椎受力最大嗎 哪個壓力最大嗎 大家都以為是站立 其實不是 是坐的時候 平躺你站的時候有沒有 你的脊椎受到的壓力 是平躺的四倍 可是如果你坐的時候 你脊椎受到的壓力 是平躺的六倍 如果說你今天坐姿不正 大家都站著就站著上節目就好了 可以喔 你站著的時候 你腰椎反而受傷力沒那麼大 特別是如果你坐姿不正 比如說你很喜歡這樣坐的時候有沒有 你的壓力其實全部都在腰椎 對 所以你腰椎 要受到壓力很大的時候 就容易椎就慢慢突出 其實我們之前就有個案例就是這樣 她才三十幾歲 一個女性 她定期在我的門診椎中乳房 她是來請我開那個 那個子童藥給她吃 我就說幹嘛 她說她腳常常在痛 她說不知道是不是她姿勢不對 因為常常很多人都下背痛嘛 她那時候以為她是 因為她那個 她本來以為她是骨盆腔感染 因為她年輕的時候 曾經骨盆腔感染過 而且曾經可能也會 以前生活可能比較多采多姿一點 所以她其實曾經人工流產過 蠻多次的 所以她一直覺得 她自己應該是骨盆腔發炎 就那次來也是一樣 她覺得這邊非常非常的痛嘛 可是這次比較奇怪的是 有碰到小腿去 所以我就說不大對 我就幫你照一下S光好了 照S光我就看了不大對 我就再幫她做電腦斷層 她很明顯的是 她是骨盆腔出 壓到之後造成做骨神明的痛 所以我就開始問她說 我說妳在三十幾歲 妳上班是個秘書 又不是班重物 因為像一般是班重物嘛 或是做重訓不適當的時候 這樣妳的壓椎的那個 那個壓力太大 然後追尼門跑出來 她不是 後來之後她上班 她只是個秘書 她上班都這樣 她幫我拉完處理公司 她永遠都是這樣子 她永遠都是往前這樣 駝背在處理公司 所以她的壓力全部壓在腰椎 所以她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造成追尼門突出了 另外一個案子也是非常非常奇怪 她那時候來的時候 開始跟我講說 她想要拿止痛藥 我就說妳怎麼了 她說全身都腰痠背痛 很不舒服 我那時候也想說也沒關係 腰痠背痛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大家都不正 我就說她就開個頭藥給妳吃 好 沒關係 就她一站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不對 因為她左手手不一樣長 一縮 手一長一短 我就說不對 我說妳這個是骨盆歪掉 就麻煩給她照X光 就一照之後真的是骨盆歪掉 後來我轉去復健科 就全部都好了 她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她做的時候都翹腳 你知道嗎 妳一翹腳的時候 妳骨盆就歪 人一定會維持一個平衡的 比如說妳翹腳的時候 妳骨盆是歪的時候 妳脊椎一定會自動倒過來 也不可能說 坐下來的時候變成這樣子 妳一定會坐正 所以妳骨盆是歪的 妳脊椎就要歪到另外一邊 把它平衡過來 妳要平衡 妳要坐正 妳要坐正 今天要教大家一個 就是妳坐著也可以顧到 其實如果我們胸椎或腰椎 背部的肌肉有起來的話 其實大家比較不會駝背 那妳也不可能 上半身駝背 然後腰是挺的 這不可能 一定是一起練的 那就是用手肘來畫圈 那如果碰得到的人 就碰碰看 那碰不到的人 就是靠近就可以了 手肘兩個頂在一起 太難了 對 然後可能衣服的關係 然後我們就往大圈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 好像扛一個東西這樣 對 像舉重的 再下來 然後我們就用手肘 畫一個大圈 這樣 然後這時候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腹部跟背部核心肌群收緊 就等於你可以深深呼吸 來做一個 然後吐氣 還有一個動作 不是這個嗎 對…那個也可以 可是我們這樣子的話 就是從前面到後面 整個畫圈都可以 肩膀跟背都可以練到 肩胛的地方都會伸展 對… 肩胛的地方都會伸展 雖然這邊都會開了 很多人這邊都會開了 對 因為我會 我開車我都會很緊張 所以我開車都會叫 整間 整間 我都覺得我好累喔 其實很多OL 真的很喜歡翹腳 我自己有個方式 也是戒掉翹腳 就是你在久坐的時候 你的雙腳中間夾一張紙 夾肚子 夾肚子 其實就習慣了 你就不會翹腳 你是像戒條的 對 因為真的很愛翹腳 男生 女生都很愛 好 我們接下來看第二本 記憶力走鐘 突然忘記發生的事情 重複同樣的事 同樣的話 每個人都好像圓 對啊 應該倒是 我是喝了酒之後會 你那個正常的 對… 當心短暫性的失意 中風 失智風險 健忘跟失智怎麼分別 其實健忘大部分 人家提醒你都記得起來 而且你忘記的範圍是比較小 但失智通常或是說 真的是有問題的 那範圍都比較大 而且人家跟你講 可能都還不太知道 那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知道說如果失智 通常記憶力不好 通常會是什麼 新的記憶會比較難記得起來 但以前有的事情都會記 忘不掉 對 新的事情都不會記 但是如果有出現這種症狀 有時候還是要注意說 它時間的發展程度 如果一般來講 我們講退化性阿滋海默症這種失智 通常它是需要一段時間 它可能好幾個月 甚至一兩年的 慢慢的時間 慢慢越來越退化 但突然本來好好的 突然之間 記憶力變得很嚴重的問題的話 那可能要小心 可能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 第二個就是一個叫 短暫性失意 那之前有一個阿嬤就這樣 他就是因為 他中風然後住到我們病房 然後每次 我們就跟他講說 阿嬤你在中風 然後阿嬤就會 聽到他就很驚嚇說 他中風 然後就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我們就要安撫他 安撫他好久之後 然後他就 這只有八點檔看得到 一兩天他中風 那結果他去睡一覺之後醒來 他忘記了 他忘記他 人家跟他講了 他就說我怎麼在哪裡 阿嬤就跟他講說 不然你就中風 我中風了 要開始 我一定要哭好幾次 對 他就是 前面兩天就是只要跟他講 他就 他真的 他完全沒有記憶人家 已經跟他講過他中風了 我們後來覺得說 不要這樣折磨阿嬤 阿嬤真的很可憐 所以後來我們就 給他善意的謊言 就嚇唆他 問問說 我為什麼在這樣 你來做身體健康檢查 我來做身體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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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驚恐當中 他就比較不會那麼驚恐 一直自己嚇唆 另外一種 我們講全面性短暫性失憶 他這個也是一個 滿特別的一種病症 他其實大部分就是 他其實他失憶 他也是一樣 就是他新的記憶 他記不起來 但他通常這種記憶 是可以恢復的 他一般來講是有些人 他在 或是說一個 突然很生氣 或是說洗熱水澡 那種 它可能會引起我們腦部 一些在靜脈回流 我們腦部的一些靜脈回流 會循環不好 導致我們一個記憶的地方 叫 海馬回 海馬回那個地方會水腫 因為那個靜脈回流 會卡在那邊 那我之前有一個教授 就是有一個患者 他是教授 他就這樣 他就很喜歡騎腳踏車 那有一次他就是想說 最近比較有空閒 他想要騎遠一點 他想要挑戰比較高一點的山 然後就騎 那他就早上出去騎腳踏車 到中午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給他太太 他跟 突然他就 那個講話那個口氣 就覺得很茫然 他跟太太說 他就說 然後他才說 你不是去騎腳踏車 你怎麼不知道你騎到哪裡去 他說 真的 我也不知道 我為什麼騎腳踏車來這裡 他說你就是想要去健身 不是你要騎腳踏車 他完全就傻了 他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對 然後他太太就趕快 趕快跟他講說 不然你趕快看旁邊 附近有沒有什麼商家 或什麼的 他走了一回 又看到7-11 那就趕快去找7-11店員 說這裡是哪裡 他太太就問7-11 這個是在哪裡 然後趕快請附近派出所的員警 把他帶回家 帶回家之後他馬上送醫院 送到我們的醫院 那時候我們就很擔心他中風 就趕快幫他排核磁共振 結果他沒有中風 他就在海馬回那個地方有點水腫 我們是出外景常常大集合去 到了高鐵大家收工會 來…今天自拍 他集在十幾個人就拍 請人家拍 我們今天在哪裡工作 突然有一定的蔡小潔 他說來…他想起來 他拿到手機大家拍 在家裡等高鐵嘛 拍完了 大家上車囉 上完車的時候 他說 忘記了… 他心理找不到 剛剛丟在哪裡 突然有人在那個照片看到 就在你背後 他已經照得到 他因為拿心理放著 拿照片去拍 拍完就上車了 不行 其實大家常常會這樣 就是說你會搞不清楚說 你是因為年紀變大 然後太累了 然後或是身體在退化之後 你變成的記憶力不好 還是你真的已經失智了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擔心失智嘛 台灣失智人口越來越多 當你失智很嚴重之後 你就生活不能自已了 就是變成家裡很大的一個負擔嘛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測量就是說 如果你說東西一直忘 大家都會忘嘛 老年人家常常常會忘嘛 可是如果你忘了 我提醒你一點點 你還想不起來的 你大概是真的失智的 可是如果我稍微提醒你 你可以想得起來的 那大部分是退化的 比較不是失智啦 其實剛才失智有講 最早一件是阿茲海默症 然後後來就是血管型的 那第三多件的就是混合型的 是阿茲海默混合血管型的 其實什麼時候會有血管型的 就是你血管不好的時候嘛 就是你比如說你有糖尿病 你高血脂 你高血壓就會 其實我之前就有個病人 他就是這樣子 他才48歲 他是一個公司的主管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 來我們門診追蹤 是因為他有 因為他常常在應酬嘛 每天在喝酒 他有一次被他兒子帶來 他就說 可是跟客戶約好時間 他說忘記今天跟客戶有約 所以漏失掉很多的生意了 他說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他說脂肪肝會不會影響到他的 他以為他是他爸爸因為 脂肪肝肝不好 影響到他的記憶力 後我就幫他血愁 所以我看到他說 我說不對啦 這個其實是因為 你爸爸的血脂肪真的很高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血管 所以變成 血管不健康 所以你能 又類似血管性失智 我說你就好好去控制 你的血脂肪 我就把他轉到新陳代謝科去 結果他還不錯 前三個月開始吃藥 因為他直接 他飲食還是沒辦法很好的節制 所以就直接給他吃藥 出來血脂肪控制完之後 他血脂肪下降之後 他真的有變好 就是他爸爸變得又變 回到以前的肌民 至少有八九成了 又還是繼續做生意 可是一開始做生意又慘了 又開始應酬 結果那一次他就很倒楞 這是一發作 血管一發作是直接中風 可是他中風之後 他那時候48歲 他51歲的時候 第一次大中風 不過他運氣不錯 他很堅強去膚血 所以他有回來 可是自從那一次大中風之後 他就不斷的小中風 一年就中風兩三次 所以到他 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是55歲的時候 他不是死掉 他是那時候就變成 因為他中風太多次 照著他腦部的退化 他是完全像 就是完全生活不能治理 都不認得人了 之前在國外有個個案子是這樣 他其實一開始發現 就是用失意的方式來發現說 好像懷疑腦部有病變 第一次檢查沒有問題 過了兩個月後 發現他腦部的一個 秋腦的地方有一個中風 那時候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中風理論上三高 會有問題或什麼 不淹不久 三高完全沒有 直到後來早早早 原來是他先天心臟 我們的心臟中間有一個 叫軟圓孔 他軟圓孔必鎖不全 當這個軟圓孔必鎖不全的時候 基本上一般人不用去管他 可是他會有比一般人高的機會 未來產生 就是完全不可預期的 一些小中風發生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不淹不久 你心臟有 不妨還是去檢查一下 看看說你心臟有沒有 類似這樣的問題 還是有一點點機會 是會有這種健康的人 產生中風的機會 之前去訪市 就遇到一個阿嬤 她之前都是 整個家裡打理都很好 白天的其他小朋友 或者是親人都是去上班 可是她這幾天 家人忽然反映說奇怪 煮飯忘記放鹽巴 忘記買早餐 甚至連孫女的名字都忘記了 更誇張的是 她可能數字一到十 她唸不完 那一開始當然也是懷疑說 是不是失智 因為有一定年紀了 然後到後來越來越嚴重 甚至覺得說 然後後來掉監視器也發現 沒有特殊的一個狀況 後來當然家人 就帶這個阿嬤去就診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她其實根本也不是失智 正好壓迫到 腦部的一個部分 所以它導致短暫性的失意 然後後來就是經過手術之後 把腦瘤清除之後 我現在就很擔心我的媽媽 因為她已經80出頭了 然後她其實 我覺得她之前都還好好的 幾年前我爸還在的時候 她都還好好的 就是精神狀況啊 或者是活動力都很好 可是自從我爸過世之後 我覺得她開始有點失智 可是她的智 是不是那個失智的智 是有點志氣的智 就整個人就是很沒力 然後很生生 然後就是可能沒有人 搭水垢這樣子 然後整個精神狀況 就變得很不好 又加上她後來 有一些慢性疾病 憂鬱啊 這可能要考慮憂鬱 對 憂鬱可能會造成我們所謂 假性失智 又到一個程度 就是她變得後來有一點就是 又有一些慢性疾病 然後所以她變得很多事情 她都不喜歡自己來 她都可能要靠 可能幫庸或什麼 來照顧她或什麼的 然後變成她慢慢 我覺得她會有一點 從失智到失智 因為為什麼她就開始重複一些事情 一直講一直講 或者甚至有時候 她就會忘記你是誰 然後或者是編一些故事 就是說有人要來跟她借錢 要來搶她東西這種 就讓我們很擔心很煩惱 然後甚至有時候就是 她就一整天都不講話 我就很緊張你知道 然後有一次我就跟我姐 就想說好 那我跟我姐跟我哥 就做一些她喜歡的事情 刺激她 所以我們就陪她玩四色牌 然後你知道嗎 她從頭到尾我跟她講說 媽 你贏一百我就給你錢 就是我身上有1600嘛 我就說第一把你贏我給你100 第二把你贏我給你500 第三把你贏我給你1000 結果她連贏三把 而且四色牌是我哥跟我姐 都很會玩的喔 然後我們都以為我媽可能 我們要刺激她 然後我們就陪她玩 結果沒想到她其實 在她做她喜歡的事情上面 她其實還是很厲害的 然後而且四色牌是很難懂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就很厲害 所以你看老人家有八九十歲的 他麻將打得多好 對 可是因為我爸故事之後 或者是他搬到 就是他從台中搬到桃園來 他沒有朋友陪他去玩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變得是說他可能就是 也是要看 對啊 失智其實有很多原因 我們剛才講最常見 可是其實有些失智就跟大家講 其實有些是可以治療的 譬如剛才講說腫瘤壓迫 你開刀就好 有些是營養缺乏 有些缺乏或假狀性的問題 可能造成失智 另外憂鬱有可能造成所謂假性失智 所以說如果有這樣的狀況 的確是要帶去給專科醫師評估 如果說是憂鬱症 或許治療憂鬱症之後 可是這種憂鬱怎麼治療 你還是因為你是一個人 沒有朋友嘛 對 所以其實我們治療的失智 就有告訴那個 如果是你老人家的 後來慢慢的推化性的失智的時候 我們告訴人家說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讓老人獨居 對 你不要運動 那個不是藥可以解決 是環境要解決 對 你知道嗎 你如果給他吃藥 旁邊還是沒有朋友 沒有人 對 你到夜深人間還是一個人 他連講話都沒有人 對 我這邊有一個是70歲的伯伯 他在兩週內就是 人事實地開始混亂 常常會說 現在不是過年了嗎 可是是夏天 然後再來是 他早上如果去了公園 你問他你去公園做些什麼 他就說我吃得很飽 就是有點 文不對 對 文不對題之外 他還會詞不答義 沒有辦法敘述他想要描述 所以他常常講的 他會覺得很卡 然後一卡他就會生氣 然後就說你們都不懂我 然後就很怒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那你就繼續跟他聊就好 你怎麼來 我剛剛大完便 你要去哪裡 我吃飽了 你一直跟他聊嗎 沒有 可是我 他在鼻子 但後面到時候他也生病 有時間的話可以這樣 會不會聊到第五次 他就突然 跟著我們一起是不是 不是 就是一直在跟人家交叉 這樣平行的聊 就大家都覺得很困擾 那直到他有一天呢 跟走路 跟女兒走路走在路上 跟別人介紹說 這是我老婆 結果他女兒就想說不對了 傻眼 這太扯了 女兒變老婆 對 然後他後來就想說 好 我隔天人家 要帶我爸去急診 結果當晚他爸爸去 右邊就偏瘫 然後流口水這樣 然後送來發現是 左腦語言區有缺血性的中風 那因為傷到語言區的關係 所以就會有產生詞不達意 然後再來人事實地物 就開始混亂 所以如果說是中風的話 其實在短時間內 然後很快的惡化 那就有可能是中風 但失智的話 大概是半年內左右 開始慢慢的變化 這是大家可以拿來判斷 所以詞不達意 我們不對題的時候 可能他身體 就出現一些狀況 對 對 裝搭 你們都不關心我 我剛剛用這個 老人裝病的很多 身材大手中 久坐不愛動 吃飯快 然後呢 愛吃高熱量的 重口味的食物 來 我們看一下 肥胖 癌症風險身高 而且性功能加強 這樣子 有嗎 你賣一會嗎 看就有吧 難怪王瞳叫你打點肥 這個是 沒有 不是 我想這個 久坐不愛動 吃飯快 或者是愛吃高熱量的東西 它總歸會變成你身體的體脂肪 就會讓你產生肥胖的問題 對不對 那其實現在過去肥胖 就是只是長得比較 可能比較可愛 或是有些人覺得衣服穿不下 可是現在已經逐漸的在 開始一直在改變觀念 就是肥胖 它會讓我們身體 產生一些微微的發炎反應 這個發炎反應 它可能會產生我們一些 比如說心血管的問題 或是癌症的機會上升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對性 我們不講性功能障礙 而是講說性的精子量 就是你的生育力 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之前在一個醫學中心 他有做一個比較大型的研究 他總會研究7000多個人 這7000多個男生 然後這些男生 就用他的BMI指數去做區隔 超過25以上的BMI指數 跟低於25以下的BMI指數 我們試低於25以下的算是正常 他發現這兩組的人 去取他的精子量 發現說 比較肥胖的人 他的精子量的數量 會比正常人的還要來得少 第二個 他連他的外型 外觀變化的機會 也會比正常人來得高 所以他們那時候 之前做了一個案例 是一個170多公分的男子 他是150多公斤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巨大 BMI是50幾的人 他去測他的那個精子量 正常人 精子量大概1500萬 他只有100萬 所以他跟他老婆 在一起很久 都沒有機會懷孕 後來醫生就跟他說 你這個可能先減重再說 他就很認真的從BMI50幾 一直瘦就瘦 從150幾公斤 瘦到小於100公斤 後來老婆就懷孕了 所以有時候那個 我們在講說 還是說是因為150公斤的時候 他老婆也不想好 其實是這樣子 這部分比較不方便 肥胖為什麼會影響性功能 大概是三個方面 因為人體的產生荷爾蒙 那個女性荷爾蒙的地方 女生在卵巢 可是事實上身體的脂肪也會 所以當你男生很肥胖的時候 女性荷爾蒙就會上升 壓過你的男性荷爾蒙的時候 自然就沒有什麼幸運 你是第一個 你懶得動 對 當你的很肥胖的時候 你搞完的那個溫度會比較高 因為被油包的 溫度比較高 所以你的精蟲的品質就會比較差 溫度就比較差 所以女性就會比較不容易受孕 就會有一點像不孕的樣子 第三個你知道男生要勃及的時候 需要靠那個進入陰莖那個動脈 是要擴張的 擴張之後讓那個陰莖這樣 整個變硬梆梆梆的時候 把那個靜脈壓扁 壓扁之後血就沒辦法回 就變成陰莖會沖血 可是當你很肥胖的時候 你的血管的擴張功能 是很差的 很差 所以你勃及功能也會受傷 所以肥胖的性功能 本來就不會搶 另外就是當你很肥胖的時候 你對方 他沒什麼性質 他性質缺缺那個表情 所以你剛剛也就會感覺 就比較差 所以你看我多辛苦 就是要剪下來的 其實我之前就有一個病歷 就是這樣子 那不是我的病歷 那是我的好朋友 他那時候是因為我 你這樣叫性格嗎 真的 他肥胖的時候 他叫我開胃兒肛給他吃 他說他不大型 因為他真的很胖 那我就說 他就說你是醫生 你在你們醫院買的時候 會有打針嗎 我說是會有打針 但是我絕對不會開給你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開去 就會流暗底 萬一有一天有人 看我的病例的時候 發現我將會去買胃兒肛 是不是有什麼 我絕對不會幫你買的 他說如果你減肥 你減得15公斤減下來之後 你還是不行 沒關係 結果他就真的很努力 我就說那你去參加 我們醫院的減肥伴 他真的是 他減得10公斤下來 他就在跟我講說 性慾完全恢復 就是性能力完全恢復 肥胖的年輕人擔心的 就是所謂的房式的問題 性能力 老人家肥胖的問題 最擔心的就是癌症 那我們知道 為什麼肥胖會增加癌症 其實2014年 剛公佈的那個十大 後發的癌症裡面 就有 包括第一名的 還有第三名的 第四名的 大腸癌不是瘦的也會有 肥胖也是會增加它的機會 跟第十名的 因為肥胖它會造成 這個慢性的發炎的狀況 還有它會增加一些 譬如說慢性發炎 為什麼發炎 如果肥胖的病人 有時候會使到逆流 長期的胃酸逆流會抑制這個 會刺激這個 食道的連膜上皮 然後感染癌症病病 甚至變成巴瑞的食道 或食道腺癌 如果肥胖的女孩子 40歲肥胖女性 怕是膽囊有石頭 如果是大腸癌的話 就是因為肥胖的 像糖尿病人 肥胖的病人 它有一些生長激素 類胰島的生長激素 它會比較高 會讓癌症的細胞會擴大 會長得比較快 在男生裡面 肥胖的男生 影響最大的是這個 食道腺癌 因為食道癌有分 食道臨床上皮癌 跟食道腺癌 食道腺癌 就只是在胃跟食道交接口這邊 跟食道逆流最有關係 如果BMI 胖的BMI大於30的 它的 比正常人的增2倍 但是如果你的更胖 大於BMI大於40的 它的這個食道腺癌的機會 增加到4倍 胖的女孩子 肥胖影響最大 影響最大的是這個 膽囊的癌症 那普通胖的話 就BMI差不多30左右的話 你的癌症的機會 會增加到1.2倍 但是如果你是很胖的 BMI大於40的話 你的癌症機會 會增加到1.6倍 所以我有一個病人 他大概是70歲左右的 一個喇嘛 然後他來看我的時候 小孩子帶他來 那原因是因為說 他這個這兩三個月裡面 開始就 然後他原本滿胖的 150公分 大約是70公斤左右 BMI只算起來 大概30出頭 但是這兩個月 裡面慢慢瘦起來 瘦到65公斤 然後真的沒什麼胃口 因為吃東西就想吐 然後我們就幫他安排做檢查 因為這樣子的病人 最常見還是這個 膽囊石頭 膽囊錫肉 我們看超音波 看到確實是 膽囊有石頭之外 他整個 就增厚了 而且他有延伸到這個肝臟 後來我們就做電腦斷層 才發現說 他是 膽囊癌吃到這個肝臟 所以他可能過去的肥胖 慢慢的影響到 他現在產生膽囊癌 我們正常知道癌症 除了你的基因之外 就是你發炎跟你的免疫力下降 當然肥胖跟免疫力的關係很複雜 我們講肥胖跟發炎就好了 肥胖跟發炎非常非常有關係 為什麼 其實你想想看 當你很肥胖的時候 你身體裡面的那個脂肪酸 會不會比較高 一定會嘛 你身體裡面很多 融出來的就多嘛 可是你身體上你平常吃的都是 歐美加6的脂肪酸 所以你血液當中歐美加6 油力脂肪酸就會很高 那個東西是非常的促進發炎的 所以所有的癌症病人 幾乎都處於一個 慢性發炎的狀態之下 所以你千萬不能肥胖 肥胖真的是百病重生 不過要瘦 要瘦是脂肪 它有些人錯誤的減重 瘦的是肌肉 所以脂肪還是黏在那裡 其實就沒有什麼用了 其實外食除了熱量高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對 其實我們衛福部之前 有建議國人每天攝取的鹽分 大概是2400毫克 但是其實調查之後發現 是所有族群裡面 甚至超過4000毫克 1800毫克 一倍以上 其實講到鹽分 亞洲人其實說實在 他跟歐美的人比較起來 對於鹽的敏感度是比較高的 如果美國人吃10克的鹽 血壓可能不見得會上升 可是亞洲人可能吃5克的鹽 血壓就上升了 所以等於說我們對於鹽分 或調味料的攝取要更嚴格 但是偏偏我們超標的是非常嚴重的 至於我之前就有遇過一個 30歲的一個男性 他本身是開火鍋店 就跟艾成一樣 對 其實他本身就會覺得 火鍋是很健康的食物 有青菜 有肉 有什麼米飯 感覺都水煮的 對 就是水煮的 可是他偏偏他很愛喝湯 然後很愛吃調味料 就沙茶醬那些的 所以他每天大概 至少會有一到兩餐 是吃店裡的火鍋 然後自從開了這個火鍋店之後 他的血壓就從本來正常 現在已經飆到130 180 而且他有在吃降血壓的藥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這個飲食 尤其他愛喝湯 愛吃調味料 其實對於他的血壓的影響 是非常嚴重的 至於說他才30幾歲 其實血壓高很多人說 沒擦盤我吃降血壓藥就對了 可是其實當你時間 一拉長的時候 對我們的心臟 我們的腎臟 其實會有很大的負擔 所以其實如果你本身血壓高 真的要開始做一些 飲食的一些調整 會希望說當然蔬菜可以多吃 但是以夏天來講 其實滿建議大家吃生菜 為什麼 因為生菜裡面 因為我們蔬菜煮完之後 那個甲離子 蔬菜裡面的甲離子 它是流失到湯裡面了 這時候很多時候沒關係 我用菜湯來拌飯 但是不要忘記菜湯裡面 有調味料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吃到蔬菜裡面 真的的甲離子是吃生菜 它是可以真的 補充到蔬菜裡面的甲 來幫助我們 穩定我們的血壓 那肥胖會帶來很多疾病 那這個是肯定的 那王瞳保持得還不錯 妳是什麼 唯一有胖 就是超胖過 就是胖到 就是也常常會 也會胃食到逆流 然後像我吃東西很快 因為我們拍戲時間 可能不一定 對啊妳有 後來有一陣子 沒有接八點腦子 妳身體有拍 對 就脖子有長硬塊 就是臨巴裡面有長硬塊 它有休息症是不是 對 休息四 它是免疫力亂了 然後我發現代謝也變得很差 就知識不良 再加上生活飲食習慣不好 然後我就 因為最近我們要發片 我們月團要發片 所以我們就要緊急的受生 但是因為我以前吃的減肥藥 就是會讓我不停的拉肚子 所以我都要算好時間才能吃 但是就變得很不方便 不然拍戲一半 然後但我發現 我的心情大概變差之後 然後食慾又變得很大 可能是因為想要小缺心 因為妳心情不好 妳就會一直想要吃東西 女生又想要吃甜的 然後就變得非常的 這一圈 就變得非常的離心 所以肥 甜的也會餵食到妳 肚子跟屁股 就變得有點離型的身材 所以開始嚇到 然後因為最近就 我們的那個製作人 就嚇最後童蝶 就說 全團都要瘦 不然就解散 然後我就跟她 誰是團長 大雄 我們吉他手 我們一個吉他手叫大雄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決定 我不要再重蹈覆轍 我不要再吃減肥藥 我以前 我可以吃那個 牛排吃三十幾盎司 真的 一餐 看著我吃的喔 一餐喔 三十幾盎司牛排 然後五股飯用那個 五股飯吃這麼大桶的 所以她說我那個時候 只有八十幾 八九十公斤 其實是慶幸了 還可以聽到你在講話 真的算輕輕 真的 我真的不配得五股飯吃那種 五六碗寄在一起 這麼大一盒 她看著我吃完 每一天晚上 妳壓力有這麼大嗎 告吃的 她壓力很大 壓力挺大 因為她在台灣是飄流的 不過我對艾成還滿佩服的 前生真的是滿胖的 對 但我沒有資格說她胖的 就說 對 但是我看到她瘦成這樣 我就覺得很佩服她 對 而且這麼健康 氣色也很好 對 不是這種亂減肥的 她現在是在一個很良好的循環裡面 其實減肥真的就是要運動 對 然後東西要吃得健康 你說那種真的都是真的肉 真的菜 真的蔬果 對 健康 對 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飲食 跟規律的運動 對 就在身體越來越良好 越來越健康 謝謝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這個新的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小小的錯誤習慣 可能會造成身體的大危機嗎 今天醫師好辣就要來踢爆 哪些是可怕的NG行為喔 三位人又有哪些錯誤壞習慣呢 健康意識抬頭 注重養生及生活品質 但你知道 你生活當中有很多NG的行為 不知不覺就是正在傷害你的身體 牙齒海撩料 NG保健傷好大 牙線用於越深清潔越乾淨 是這樣子的嗎 吃完飯立刻刷牙漱口 這樣對嗎 漱口水保持好口氣 對 這些到底會產生什麼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竟會造成牙引迴縮 真的假的啦 注牙率會增加喔 真的 看到沒有 學姿勢啦 這邊我特別來解釋一下 那幾個不好的習慣 其實像我平常在門診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兩種不同的病患 有一種人就是 他非常不愛刷牙 他可能一天只刷一次那種 然後牙線也沒有在用 那另外一種人 就是屬於交往過正行的 他可能一天要刷五六次牙 可能一吃完東西 就立刻去刷 然後另外一種人 就是牙線用得非常非常的用力 就是 我也是耶 對 那這種人通常我們要小心 其實因為牙線 我們通常在清潔的時候 我們是清潔牙齒跟牙齒中間的縫隙 那它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把牙齒中間縫隙 看不見的地方 刷不到的地方清乾淨就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牙齒跟牙肉的中間 其實有一條溝 叫做牙齦溝 那那個地方就是很容易 滋生細菌牙結石的地方 它也是我們 產生牙周病的一個起源地 那個地方我們用牙線 輕輕的把髒東西剃出來就好 那有 我看過很多病患是整個 很用力這樣嚕下去 然後嚕上來又見血 他可能就覺得不太過癮 他就再用一次 這種人通常我們看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 因為牙齒這種東西 它長時間的這種破壞 它會讓它受傷 那另外我們提到就是說 有一個不好的習慣 吃完飯馬上去刷牙 我們吃完飯之後 尤其像現在夏天 我們常常會吃一些冰冷的東西 或者是酸性的食物 那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的pH值 口腔中的酸性會下降 pH值下降就是口腔中呈現酸性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趕快去刷的話 你會造成 我最近在門診遇到一個病患 40歲左右一個女生 他說醫生我好像住牙 你幫我檢查一下 我拍了一個全口的X光 沒有任何一顆牙齒住牙 對 然後他說可是醫生 你要不要再檢查看看 我覺得好像真的有 因為我每喝冰水必酸痛 後來我就這樣請他嘴巴打開去看 他的牙齒的髮狼 全部被謀號光 對 那我們臨床上看到這種病患 然後有兩種人 一種就是男生吃檳榔的人 因為檳榔很硬 他髮狼只會受傷或耗掉 那另外一種人就是自己造成的 就是刷牙 然後有些人又喜歡用很硬的牙刷 因為他覺得太軟毛的牙刷 刷起來又不過癮 可能又覺得不夠乾淨 所以他一天刷六次牙 基本上遇到這種敏感的現象 我們會先做一些藥劑的處理 可能會先建議使用抗敏感的牙膏 再來塗一些抗敏感的藥劑在表面 去阻絕這個溫度的刺激 那如果這些都沒有救的話 可能就要把牙齒神經抽掉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小看這些習慣 這些習慣非常的恐怖 因為到最後有可能 你好好一顆牙齒 原本好好的 到最後要抽神經 我覺得牙線用到見血超舒服的耶 就是 而且你還可以甜到那個血的味道 對啊 然後你這樣子摳在裡面 然後想感覺在挑神經的那種感覺 神經病啊 就會有一種 所以你這個牙齦會腫就是這樣嗎 對 我有講過耶 很容易 我就是我有一陣子為了減肥 我吃完飯後 馬上刷牙 然後大家就說 有什麼關係 再刷一次嗎 然後我就會去吃麵包 吃完麵包之後又馬上刷牙 然後大家就說 有珍珠奶茶你要不要喝 然後我又喝了 然後又馬上去刷牙 所以一天可能刷八到十次 後來隔沒多久 整個牙齦都痛 去看牙齒之後呢 醫生就說 你刷牙刷太多次了 而且這樣就算囉 你以為牙齒會很乾淨對不對 後來我還蛀牙 就是很白癡的事情 莫名其妙 你那個是至早 跟病症不一樣 我認識曾經有人 一天刷十七次牙的 怎麼多 那就是強迫自己 對 有聽過嗎 對 對不對 強迫自己刷牙的 因為其實像剛剛謝忻 提到的這個部分 其實過度的清潔 為什麼反而會造成不好的現象 因為我們的牙齒 其實它構造有分三層 它從外道內就是 那髮狼子其實它很硬 它的硬度跟我們有一種石頭 叫長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個硬度其實跟石頭接近的 就像我們有人 可以用牙齒把可能瓶蓋打開之類的 所以這個其實滴水穿石 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你長時間的磨耗 它才會造成這個髮狼子完全不見 等於說你這個保護牙齒 內部構造的一個城堡不見了 那裡面曝露出來之後 很容易就會造成後續的問題 飯後刷牙好像是我們從小 就被教育的一個錯誤觀念 我其實當醫生的人 也不見得知道怎麼刷牙 雖然我們家醫科不是牙醫 不會檢查牙齒 但是我們很多病人感冒啊幹嘛的 嘴巴一定會打開來看 那很多老人家牙齒一打開來看 真的是一口的壞牙 那很多年以前 我有個機緣跟牙醫師公會 一起在推動一些保健的工作 那其中一個概念就是 老人家的牙齒如果健康 身體就會健康 當時我聽到的數據 這個大概十年前 他說六十五歲的老人 大概平均還有二十一顆牙 台灣 可是到了八十歲的時候 台灣的老人家只剩下七顆牙 這麼少 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 其實在推了一個健康的牙齒 應該剩下多少顆 應該叫做八十二十 就是你應該 到了八十歲的時候 還要維持二十顆是自然的牙 太多了吧 可是現在國人啊 我們台灣人的平均比例 各位可能不相信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全口無牙的比例 你各位知道多少嗎 百分之二十六 這麼多 四個裡面有一個是全口沒牙的 這應該問牙醫師來確認的 為什麼 牙齒的保健 除了正確的刷牙之外 像比如說 我那次去看牙之後 我那個牙醫師的同學 他就拿出那個很大的牙齒模型 拿出很大的牙刷 就在後面 對 就告訴我說 該如何刷牙 然後我那個同學 他很細心地告訴我 說你從來沒剃牙對不對 我說 我有啊 他說你怎麼剃 我就 把它拿出來 而且他說你說同一地方 等於說把另外一地方的牙菌 再帶到另外一地方去 所以他又開始教我該怎麼剃牙 左邊要剃一剃 右邊要剃一剃 要該剃到什麼程度 然後牙線要怎麼轉 手要怎麼放 我才知道說原來啊 除了牙醫師知道之外 我們這些學醫的 我不知道等一下我們醫生 都可以自己坦白啊 你到底會不會剃牙 那很多人其實如果還有 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 那末端的血流更糟糕 那牙壞得更快 更是要注意牙齒的保健 那我們臨床上有許多病人 就是因為牙齒敏感來就診的 那所有的病人來我診間 我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 他刷牙的習慣 那有一次有個很特殊的案例 那他跟我講說 他每餐飯後都會刷牙用牙線 我心裡就想說 那應該還不錯 可是他一躺下來 嘴巴張開一看 不得了發現他 亂說 所以說我就繼續問說 他解牙的方式是怎麼樣 他跟我講說他刷牙跟用牙線 都會用得非常用力 那繼續跟他聊之後發現 其實這個病人 他其實比較像是一個 他跟我講說醫生啊 如果說每天刷牙 沒有刷得很用力的話 晚上會睡不著覺 對 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面對像這種病人的話 當然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幫他建立正確的口腔 跟牙齡清潔觀念 告訴他怎麼樣正確的刷牙 不要讓牙齒跟牙齡繼續受傷 然後牙齒跟牙齡受損的部分 牙齒我們可以做適當的填補 而牙齡萎縮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可以藉由牙根覆蓋手術 這樣的方式去達到那個 牙齒敏感的一個改善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特殊的一個案例 那是一個穿著 食尚亮麗 光鮮亮麗的一個正媒 但是他很奇怪 所以他從頭到尾都戴著口罩 然後走進我的枕間 然後躺上枕窯椅之後 口罩還是捨不得拿下來 我就跟他說 小姐 小姐請問你是什麼問題 這樣子 然後他這時候就支支吾吾的說 那個醫生不好意思 那個我有口臭 之後請他嘴巴張開一看 發現不得了 他的牙齒堆滿了厚厚的牙結石 就像萬里長城的樣子 對到連牙縫 沒洗過牙 一輩子沒洗過 對到連牙縫都沒有看到 都被牙結石蓋出這 真的就像萬里長城的樣子 他說醫生 好猛喔 我都用漱口水 可是我還是會口臭 所以你想得到漱口水品牌 我都試過 可是他還是一樣口臭 這樣他怎麼接吻 對啊 那我就說 那小姐 你不刷牙當然會口臭 可是他就說 醫生可是我刷牙的時候 那其實一般臨床上 我們遇到刷牙或用牙線 會流血大不壞 或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第一個病人 就是你刷牙或是牙線過當 造成牙齦的傷害會流血 但是這種是比較少數 另外一種比較常見的 就是你沒有清乾淨 那有牙菌斑跟牙結石堆積之後 造成牙齦發炎 造成牙周的破壞 這種情況他才會流血 那這個病人的話 當然我們還是要先叫他 正確的刷牙方式 然後幫他做全口的牙周病治療 才慢慢的去改善他 口臭還有刷牙會流血的問題 所以說 從這兩個case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正確的解牙觀念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我今天就要花一點時間 教各位觀眾朋友怎麼樣去正確使用牙線 比如說基本上我們牙線的長度 是前臂的長度 大概前臂的長度 然後我們把它纏在兩隻手 中指第一指關節 我們這樣把它往內捲 捲到大概剩15公分左右的長度 那15公分的話 大概就是兩個大母子這樣的距離 然後中指固定之後 15公分的長度 我們接下來用拇指或食指來做清潔 由1公分的長度來清潔就好 那到底要怎麼清潔呢 這樣下到牙縫裡面去 那大家注意看 但其實牙縫它有兩個牙齒所構成 所以我們在清潔的時候 其實兩個牙齒 兩個面刀去清到 然後也不要 當然我們牙齦的地方要去清到 但是不要下得太深 不要太用力 會割到那個肉 對 輕輕地去碰到就好 然後把髒東西給刮起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不要碰肉 他這樣很清楚 我剛剛就想說 我這樣怎麼放 手要一隻伸進去 對啊 你怎麼放進去 你可以 手伸進去 一拳以後 我伸腳都可以 很麻煩 一定是很難 那個姿勢常常搞得很難 對啊 很難 你吃一三飯 光這個二十幾分鐘 弄完之後 突然你要拿一個甜點 又吃一吃又覺得 又要來一次 然後你清完 這組奶茶要不要喝 對 我跟你講我常常發生什麼事情 都不知道 我早上起來弄不弄 車都開出門去露營 在高速弄不弄在想 早上會忘記這件事 真的 早上起來一定是先喝個水 然後就吃飯了 對 真的會忘記刷牙 這是外國人的生活 對 因為通常外國人就是吃完 早餐之後才會去刷牙 我也是啊 對 可是一般是一早上起來 對啊 早上第一件事 你就是先刷牙 沒有啦 先吃飯 我們都是先刷牙 吃完才刷 鴨也是一個討論的問題 可是牙醫說沒有不行 牙醫覺得是不能刷牙對不對 基本上我會先刷完牙 然後再吃飯 然後再刷一次牙 你說要 公平 你說不得對 這個牙齒 這個牙齒 這個人有強迫症 沒有啦 你說別人 那我自己 剛才林醫師講的 我自己有切身之痛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就是大概是 宋醫師講的 那80歲以後可能 百分之二十幾 全口沒有牙的人 是嗎 看樣子我牙齒很好 但是我從小就是久病成良異 我牙齒 根管做過 直牙做過 牙套做過 矯正做過 就基本上你想的東西 我基本上牙齒全部都做過 所以我現在很擔心小朋友的牙齒 小朋友的牙齒控管很好 我們家小朋友 大概三歲就開始用牙線了 就是兒童牙線 因為我就會讓他們看到說 牙線其實真的會比牙刷好用的原因 是因為它會刷到你很多 看不到的牙垢 那我自己其實是 也因為牙線然後生受其害 是因為在大概幾年前吧 很多年前 牙線還沒有那麼流行的時候 醫生會開始就是倡導說 你可以用牙線用齒間刷 可是當我有一次就用牙線的時候 發現 怎麼有這麼大塊的肉 卡在裡面的時候 你心裡面就有點雀躍 就覺得每一次你吃完飯 就想要試試看 可不可以撈到東西 你韭菜 對 韭菜 你就會覺得說 我不可能就是 看起來感覺牙齒都很乾淨 可是其實牙縫裡面 有很多髒東西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種興奮感 那就久了久了之後 一直想用 一直想用 用久了之後 我發現不對 因為我有一次牙齒沒有怎麼樣 就是這顆牙齒其實已經做過 就是 拔過神經了 所以照理說它不會痛 可是我的牙齒 非常非常非常的腫 然後我就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 你看起來 不像是蛀牙 因為已經拔過牙齒 拔過神經了 怎麼可能還會不舒服 那醫生就拿那個鏡子敲牙齒 就敲旁邊的 因為牙齒可能會有連鎖反應 可能是這一顆痠 但是感覺是這一顆在痛 他就敲敲敲 我說真的都不痛 但他一碰我的牙齒很痛 然後結果醫生就說 那你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幫我看了之後發現 是我大牙跟大牙中間的 牙肉的地方整個腫起來 他就問我說 我是怎麼使用牙線 或是我怎麼樣刷牙 我說我刷牙都很OK 但我沒有用漱口水 可是我很喜歡用齒尖刷跟牙線 因為我們以前喜歡用牙線棒 所以為什麼不要用牙線棒 原因是因為 我以前就是一個牙線棒 頂多它 我使用不當斷了一次 但就是那根牙線棒可以用完全孔 所以有的時候 當這個牙齒在發炎的時候 它的細菌是帶到另外一邊的 是可能 可是我們也都是這樣 可是真的不行 所以我現在小朋友 我會擺很多根在面前 然後跟他講說 三四根換一個 三四根換一個 然後如果說它真的沒有斷的話 我會讓小朋友自己把它弄斷 就是強迫他們正確的使用牙線 牙線真的使用不好 就像我那一次 我那一次就是看完牙醫的時候 醫生開了就是很多那個 就是抗生素 因為我腫得很厲害 對 然後它很怕我們發炎 會影響到什麼 其他的細菌感染什麼的 對 所以也因此 學到牙線其實不能夠這樣子使用 有可能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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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就有一個三十歲的男生 很粗用的男生來 但他是發燒 然後他整個臉腫 他的臉那個腫到好像 他剛剛跟人家打架 被打了一圈這樣 他右臉整個腫 然後眼睛快要沒有辦法打開 那通常這樣子急性的臉部的蜂窩性滋滋鹽 如果來到急診 不是鼻痘的問題 就是牙齒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看一下他的鼻子 沒有流鼻涕也沒有黃鼻涕 那敲敲他的鼻痘都不會痛 所以就把他嘴巴打開 就嘴巴打開 那個一打開那個味道整個噴出來 很臭很臭的嘴巴 然後裡面很腫 可是很紅腫之外 他整個牙齦很紅腫之外 他黏膜上面又有白白的脫皮這樣子 那我就看他的牙齒 看起來他是有吃檳榔的 因為牙齒上面還是有一些痕跡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趕快 這是很嚴重的臉部的蜂窩性滋滋鹽 所以就趕快幫他打抗生素 然後找牙科醫師 然後才知道他後面的故事 就是他是一個卡車司機 那他平常就是有在吃檳榔的習慣 那最近因為因緣機會 就認識了一個護理師 他很喜歡那個護理師 但他第一次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好像是個很髒的人 因為那護理師一直在 一直在聞他的那個口氣 就覺得好像有一個味道這樣子 他好像覺得 護理師好像聞到他的口臭跟檳榔味 所以他就決定去用漱口水 然後他就變成漱口水 就是不會離身 他每次漱口他可以漱 我們是希望漱口水 大概30秒鐘就差不多了 因為他其實有腐蝕性 裡面有很多的酒精 這都會傷害我們的黏膜 可是他就是漱 漱得很久 他可以漱超過5分鐘以上 然後他忘記說他要刷牙這件事情 他有牙刷 所以他就用漱口水當那個 他的那個清潔液 然後這樣用漱口水來刷牙 所以他只有漱口水 但他真的有體會到那個香香的東西 尤其是在他漱完了之後 但他也感覺到他的嘴巴黏膜 都會一直掉 一直掉 但是他的牙齒並沒有清乾淨 他裡面 他常常吃檳榔 他裡面有很多的牙菌斑牙結石 裡面都有附著的細菌 所以這細菌就吃進去 他那個被漱口水侵蝕的黏膜 就造成了臉的蜂窩性組織炎 好可怕 那像這樣的病人 我們除了緊急地把它處理 然後趕快找牙科來治療 然後做正確的衛教之外 還要聽他的心臟 就他有二間半脫垂的問題 這樣的人很危險 因為他這種細菌很容易 僅有牙齒 血管 到他的心臟 然後到 我是說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那個護理師 他可能不會喜歡心臟衰竭 有問題的人 你一定要 好好的 一定要好好的 照顧好你的口腔 對 他不想要 他不會想要照顧一個 那麼年輕就心臟有問題 誰會喜歡心臟衰竭 主要是喜歡不了太久 老師也不會喜歡 對 不會喜歡太久 對 所以你要正確地治療 你的牙齒 然後不是用這種方式 我這邊有一個是 50歲左右的大姐 然後他因為長期就是 使用手機低頭圖 所以他頸椎 五六節就快速地退化 那他原本覺得 手有點無力 麻麻的 然後他就覺得 沒關係 再拖一陣子 直到他真的連晚 然後身旁的東西都拿不起來 手機都掉到臉上 這樣子 然後他才來看醫生 那我們檢查之後 就是安排他來復健 通常這種手沒有力氣的患者 來到復健 第一個問題 都是會問一些生活起居 可是這個大姐真的太特別 他第一件事情就問我說 那我不能刷牙怎麼辦 就是我們就覺得 真的有人很重視口腔衛生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都非常的重視口腔的清潔 可是他此話一出 他的口氣也真的跟著衝出來 就真的很難聞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牙齒 就是都換了很多夾牙 然後牙縫裡面也有牙結石等等 然後我就想說 那他有特別的 喜歡清潔嗎 看起來真的很無像 然後就問他這個原因 他才說 因為大家都說我嘴巴很臭 所以我就是特別的要去注重我的口腔 那我這幾天手沒力也沒好好刷 所以更臭 所以我非常的擔心 我自己沒有辦法好好刷牙 然後我們就說 可是那你刷的有改善嗎 他就說就沒有啊 結果轉介給牙醫之後 牙醫就說他刷牙太用力了 很像在刷馬桶這樣 所以就是牙根都是非常的長 然後再來就是髮狼子也受損 而且加上他就是剛才講的 一吃完飯就去刷牙 所以就等於說他的口臭只有越來越嚴重 那因為他現在手完全沒有力氣 也沒辦法抓 然後我們就給他一個東西叫 萬用套 那現在因為我們醫院沒有現貨 所以我就用橡皮筋做了一個示意 本來是有這種東西 有這個東西 這只要套上去 對於一些頸椎受傷的人 我們就會用這個萬用套 那他們 這個萬用套就什麼東西都可以擦 你要擦刀擦或湯匙 所以很多人是這樣吃飯的 但是牙刷的話就是這樣擦 所以他就是這樣刷 對 那因為這樣根本沒辦法什麼施力 這是對手 這是手沒有力氣的 對 那他至少這裡還可以抬 所以可以用這個萬用套刷牙 不能握而已 對 不能握 沒有力氣握 那因為他這樣刷都是很溫柔的 然後方式又對 所以他的後來口腔就改善許多 就比較有耐心刷了 對 我們現在吃冰 吃的時候冰的也是會這樣 對 會刷 我們都以為看好牙醫的 結果不是 現在也是一樣碰到冰的會 牙齒真的好麻煩 我喝冷的就夠了 好像他不會改善對不對 他不會完全好 對不對 那他只能症狀緩解 因為你保護這個牙齒 對外層那個法朗質已經不見了 你沒辦法讓它重建回來 就像剛剛林醫師說 我們會先填補 可是那個填補其實很容易 會因為你刷牙房子錯誤 對 對 你現在講到我就有一點感 有點痠了對不對 有點痠了是不是 有點痠了是不是 冰淇淋放到裡面 然後再放淋漠血 不是 不要再講了 不要講 好過癮 牙齒很嚴重耶 走錯冤枉路 部泰恩基 疾病產生 挺突肚子走路 還有走路聲響超大 超級大 走路步伐快 腳尖著地 當心關節退化成動 腰椎有磨損喔 其實平常走路的時候 很多人都走錯路 因此造成就是一些疼痛 因為現在人的那種疼痛的問題 非常的多 那多到就是 可能很多人都想說 為什麼不會好 那就跟平常的生活 壞習慣有關 那我們會看到就是 挺著肚子走路 這個非常常見 那它那個主要的原因 一個是跟 就是我們現在都坐著 久坐的關係 所以臀肌沒有什麼力量 然後再來就是跟你的骨盆 有一些歪斜有關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圖板 就是一個是正常的 然後一個是前傾的 一個是後傾的 好 那在挺著肚子走路的族群 很多是跟後傾有關 那我們會看到很多 尤其是長輩的輩輩們 它像這樣的走路 久了之後會發現 就是他們經常會有 腰部的這些不舒服 比方說久了之後 一開始可能只是腰痠 到後來就是包括 關節退化 包括長骨刺等等 都有可能發生 那再來的話 我們會看到有些人走路的聲音 很重 就是 很重的聲音 或者是很拖 就 就是這些聲音呢 它其實都是有原因造成的 那這些呢 主要一樣跟肌力會有關係 就是大家就是運動太過缺乏 然後再來就是跟 足弓有關 就是我們腳底其實叫足弓 這個足弓如果太低 就是俗稱的 腿平足 那這樣的時候呢 你走路的時候沒有力氣 就會 很大聲 然後或者是不願意抬起來 那它會引發的一些問題呢 就包括腳底的問題 比方說 鼻底筋膜炎 或者是拇指外翻等等 或者是腳踝經常的扭傷 這個也很常見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走路步伐比較快 腳尖著地 腳尖著地 最常看到的就是 穿高跟鞋的女孩子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因為她身體要用力 如果核心的力氣不夠 她的臀部就會很翹 就有點像骨盆前傾這樣的狀態 我們正常走路的話 腳跟著地 前途推進 可以急 可是我看有人走路會這樣嗎 我就是 對 就是 踮著咬走 我從小就去 對 就是踮著 這種只有兩個狀況 就是太常穿高跟鞋 跟被鬼附身 沒有 沒有 很多年 因為被鬼附身 你走 那個年輕人走小 你是穿高跟鞋 對 穿高跟鞋 對 你換成球鞋也會這樣走嗎 我是 我不是 我是拖地 我是腳拖地的走法 就是不願意抬起來 對 有一些人是 沒有穿高跟鞋 就不會走路 所以他們就是 太習慣穿高跟鞋 到回家之後 有兩處會特別痠痛 一個是小腿肚 另外一個就是 腰椎接近 肩椎 就是下背的這個地方 就會很容易痠痛 流症到國標舞也穿高跟鞋 他已經沒有離開過高跟鞋 所以這種可能在家裡就 也要穿高跟鞋 就像鞋子脫掉就像他講的 那他就在家也穿高跟鞋好了 那我們之前就遇過一個阿伯 他其實就是我們所謂 就是停著肚子在走路的 這種族群 然後他一開始也不以為意 可是久了之後 他就會覺得說怎麼常常 髖部 髖關節的地方會痠 腰也會痠 所以他就想說 是不是做骨神經痛 但是他只要休息就會好 直到某一天 他幫孫子在做副食品 站了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然後他就發現這個疼痛 就已經是受不了了 然後我們去看他的體態 就發現他就是非常典型 這種骨盆後勤的這種族群 所以我們就請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走路的時候跟站立的時候 你想像把屁股翹起來 然後男生一開始做這件事情 都非常的扁扭 因為他們就覺得說 屁股翹那麼高好奇怪 翹起來翹到屁股很差 以前我們做節目做做做做 本來一開始會這樣做到最後 對 是不是這樣 超多 對 但是有竹宮殿的時候 在家用竹宮殿我會變這樣 因為他臉會把你撐起來 所以人家常常說 你為什麼肚子不收起來 還可以肚子收起來 事實上是可以的對不對 要訓練 是可以 對 你就是有意識的把下腹收進來 然後如果是比較 骨盆是後勤的族群的話 可以有意識的把臀部翹起來 然後他可能單是這樣子一個動作 然後就是把他放在生活當中 他的疼痛其實就減緩非常多 對 我覺得家竹宮之後 你腰站一整天就沒有 比沒有家竹宮好很多 對不對 這個很明顯的 其實我們在家一科看老人進來 從他一進門開始 我們就看他走路的步態 那所有年輕人進來 其實也可以翻逃的步態 那其實老人步態跟年輕人步態 最大的不同在於說 我們的腳步的那個 舉起來的地方就是 剛剛我們講說腳跟要先左地 下來之後下一步要起來 我們在後腳要起來 最後那一剎那是腳尖要離地 所以你也不可能說我都用 都腳跟在走 這一定出問題 綁腳 裹小腳 對 裹小腳 所以其實我們的步態其實是 腳跟著地 然後是腳膽著地 最後腳尖要離地 這個離地的那一剎那 其實跟年紀很有關係 越年輕的人 越離地的那一剎那 你就會發現他 瞪起來的那個力量越強 所以年輕人走路有那種 跳跳的感覺 腳要往那邊走 就是因為他腳尖的 後腳的地方 是這樣子 對 可是你看老人家走路 就越來越 腳尖那個地方沒力量 結果他最後身上會拖起來 對 老人家走路就 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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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步越抬越低 步伏越來越小 他步速越來越快 因為他沒有辦法平衡 他只好用小碎步來 平衡到自己 所以這個老人家走路 我身上就有一個病人 他大概六年以前開始看我 這六年來 你就可以看到他步態 逐漸地在退化 到後來身上就是 剛剛瓜哥那樣子 肚子吐出來了 因為他腳已經沒力氣了 他必須用身體的攻擊 去整他 來平衡他的那個步態 那這個問題 如果出現在年輕人 那就很大的問題了 一種是說 從小他可能 足弓就有問題 兩隻足弓 塌陷的程度不一樣 就等於是相 相對性的長短短 就是你一隻 一隻比較塌 一隻比較不塌 所以你左右是傾斜 那足弓很可能 那個你的骨盆可能 就歪一邊 歪掉了 骨盆歪一邊 你的上身就必須往另外一邊 去平衡 你上身平衡之後 脖子又在平衡 所以你就變成一個側面的 就相對性 一個緩緩的脊柱側 你如果長期 你想想看你身體長期 在一個這樣矯正的狀態 十年 二十年到三十年 你到常都是三十幾歲的時候 腰痠被動就開始了 去找人家按摩 休息 吃藥 然後跟你講 什麼足底筋膜炎 都沒有效 其實就像瓜哥講的 有的時候一兩足弓 發現他兩邊足弓不平衡 去做一個足弓鍊 把它一支針起來 等於是把下面的根基弄好 上面的房子自己就取了 對 所以足弓墊的治療 其實是起來有制 那還有一些就是 它因為長期的體重 它就是要把它的足弓 硬是壓垮了 壓垮了之後它開始關節 你想想看 內部的足弓塌陷 它的關節 膝關節變成像內 膝關節原來出現了 所以其實足弓的矯正 對於整個軸線的框正 對於步態都很有大幫忙 可是我年輕的時候 走路就走得很爛 因為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就每次都被人家講說什麼 你為什麼走路要像兔子一樣 在那邊跳來跳去 因為我都是用腳尖這樣子走 所以我走路會這樣子 我都習慣腳尖找地 然後所以我以前小時候 就很常會有腰椎的問題 譬如說有時候 有一次去上課的時候 我一坐下來 然後我就覺得我腰很痛 然後我就馬上被送到就是醫院去 然後就好像有點 椎間盤突出 然後 對 很小的時候 我國中的時候 我記得我就看過 然後還有腸短腳 那時候爸爸媽媽還請整骨老師 來我們家幫我整骨 可是我都不知道是走路的問題 然後是長大之後 你就開始 就是我也會挺著肚子走路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背很多東西 你就不想要抬頭挺胸 然後我又習慣性駝背 所以我每次走路我都是 都是這樣子走 這樣子 就這樣走在路上 是開始運動之後 才慢慢的比較改善 然後直到前一個月 我就發現為什麼 大家都一直講說 我就想說我從小到大 從那邊被人家講外巴 為什麼會外巴 結果後來我做運動之後 我才發現我做分腿運動的時候 我只有右腳可以打直 我的左腳是沒有辦法打直 就是你要我打直的話 我的這邊會非常的痛 包括腰椎 然後我才發現我走路的時候 我走路我這隻腳是直的 我這隻腳只能走45度 所以我走路是這樣子走 好大截頭喔 對 就是只能走45度 然後我是運動中 我才發現想說 為什麼我的腳會這樣子 然後我的教練跟我講說 你這個應該是脊椎 就是長期影響到 我就去看醫生 他就講說 就是因為我整個脊椎這邊 全部都已經歪掉 而且我發現我超容易扭到腳 我這隻腳超容易扭到 施力翻船 為什麼 對 很常就是 我只要外景扭到的 一定是這隻腳 然後扭到之後就算了 然後你就發現你腰椎 像譬如說 有一次我工作的時候 你做一做你突然覺得 你的腰沒有辦法 就是你突然覺得 有一個東西閃過 然後就很痛 然後你就站不起來了 就有點像閃到腰 你就從頭到尾 就只能這樣子做 這要推薦給李醫師 全部都解決了 還有一種職業 他很奇怪 以前我們芭蕾舞蹈老師 他永遠都是很挺的 芭蕾舞老師 跳舞蹈系 對啊 他在排練室 比如排練室 排走 舞蹈系的就是 老師電話 電話嗎 沒有 沒有 我們練你們去 沒有 我們以前大學 就是看科系 只要看腿 只要髒很開動 這個芭蕾舞練得好的 絕對他就變得 老師 老師 你的便當來了 老師 便當來了 便當 喂 那是林峰好不好 有一天有一個40歲的媽媽 她是來做健檢 然後來做健檢的時候 就發現她的身高 居然少了大概3公分 超過3公分 看了她的那個S光 就發現她的S光 居然有S光 但是我們把她救片 她20幾歲的時候 在醫院照的 她的脊椎其實是直的 那這樣子就可以去解釋 她為什麼會少了3公分 然後她那時候會來做健檢 是因為她除了背痛之外 她還有膝蓋痛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重新去回溯 她這20幾歲之後的生活 就發現她就是 後來她就結婚了 然後當媽媽 那當媽媽的時候 她還是很喜歡穿高跟鞋 所以她決定就是穿氣型的 但是還是高跟 那我們請她穿上她的高跟鞋來看 結果她站的時候 她穿高跟鞋的時候 她膝蓋不是直的 所以她的膝蓋一直在磨損之外 我們帶小孩子出去 一定會背一個包包 她試過很多種方法 她不是她背後面 就很容易 要往前拿很難拿 所以她背側面 那背側面的話 很容易掉下來 所以她就背斜的 但是是大的 只是她都背同一邊 那時候我們就幫她 還幫她把那衣服打開來 看她的鎖骨 就發現她有一邊的鎖骨 是突出來的 鎖骨 對 都突出來 就是 對 她就用一邊 她只背一邊 然後可是小孩子的東西很重 從奶瓶 尿布什麼的很重 所以她就這樣子 今年累月下來 她的背痛 她的膝蓋痛都發生了 所以她先生才會在她 40歲的時候 請她來我們醫院 然後就是國民健保的那個健檢 再加上自費的一些健檢 可是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她就是少了三公分 那這三公分還有背痛 還有膝蓋痛 都是因為她當了媽媽之後的 姿勢不正確 還有喜歡穿高跟鞋 這些東西累積出來的 在那個媽媽族群裡面 她就是在抱小孩的時候 因為她的肌力不夠 所以她身體會往前頂 然後她用肚子去撐那個孩子 真的 抱小孩 把孩子頂起來 她就是用手沒有力量 對 她用肚子去撐 然後就會久了之後 她真的身體就變這樣子 然後因為身體撐 那沒有小孩的時候怎麼辦 就脫背了 然後所以就會看到很多孩子 很多媽媽在生小孩 完了之後 整個身形就大改變 身體骨盆歪斜的時候 然後上面就會去改變那個 身體的重心 那其實最常見 像黎儀 我這邊看到的 就是翹腳 妳剛剛提到 妳剛剛提到這個問題 有一個可能是翹腳 因為其實女性穿高跟鞋 然後坐著穿裙子 一定要去翹腳開漂亮 這沒有辦法 而且瓜哥 我跟妳講 有些真的沒有 我以前可以不翹腳 但我生三胎之後 不能不翹腳 為什麼 因為腿會很自然打開 對 妳不翹腳會很想開腳 對啊 我就坐 我也死了 我現在坐在這邊我好想開 那這樣怎麼做腹肌 妳都開成這樣 其實妳就是有意識的 不管有沒有在上節目的時候 比方說在家裡面 看電視的時候 妳就拿一張紙出來 那張紙就夾在妳兩個膝蓋當中 然後妳就有意識的去夾住它 那我們在做這件事的目的呢 是大腿內側要有力量 下腹部要有力量 骨盆底要有力量 那如果 瓜哥太厚了 其實 這樣也很累啦 對 瓜哥麻煩妳的把 因為它掉下來的時候 妳就會發現妳自己放鬆了 所以妳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那因為很多人會因為 就是下腹部沒有力氣 尤其生完孩子 老實說真的是這樣 妳可以一直夾到鬆 夾到錄影完 妳看抖到什麼程度 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我們男生有負擔妳沒有 不過這個有個好處 不要說大包 就譬如說我們上班族 久坐的 你只要夾一本會滑的雜誌 你會用力對不對 除了你姿勢會改善之外 其實它消化很多的熱量 快夾 對 之前我們醫院附近 開了一家早餐店 就是氣氛很好 是那種文青型的 那隨著它的生意越來越好 我們就覺得這家氣氛越來越奇怪 好像有點走偏 那其實這個老闆娘 大概二十五六歲 就大學剛畢業 就很有想法 那可是我們最近去 覺得它氣氛變怪 是因為它脾氣越來越不好 她都對員工大小聲 她說跟你講那個厚片呢 講多久了 那幾桌都還沒有送去 然後就是聽她在那邊哄 後來沒過多久 那個老闆娘就來醫院掛號 然後就跟我們說 她完全沒辦法好好走路 因為她是用助行器 她就說其實她已經痛很久 可是沒有辦法 就是因為整家店 只有她一個人腦子最清楚 然後只有她會算錢 會寄人家吃了什麼 所以她就說我沒有辦法放 那平常腳痛啊 腰痠背痛啊 就是都忍耐 或者是帶呼吸 後來我們幫她檢查之後 發現她是下交叉症候群 然後她骨盆前傾非常的嚴重 然後我們就說 怎麼會這樣 她說你有所不知 我們從三點就要開始起床 被料 然後賣賣賣賣到12點 然後後來發現生意越來越好 那乾脆來賣早午餐 所以她就直接站到3點左右 那因為他們家老若婦孺 只有她一個人可以外送 所以有的時候她滿常跑之外 她還要去外送 就是這樣久站跟久走之外 她一開始想要走優雅的文青峰 她都穿高跟鞋 後來她都穿藍白駝 但就是都沒有辦法解決 她這個疼痛的部分 後來我們就是檢查之後 發現她站姿整個就是屁股很翹 肚子又挺出來 然後根本沒有辦法很好的站 然後就是幫她調整一下肌力 之後大概復健了兩個月左右 她才可以好好的回去上班 來 試試看肌膚保養 就皮膚上 有大錯特錯的 毛孔粗大粗油 去角質就好 臉部按摩保養加分 小心喔 皮膚過敏發炎 加速肌膚老化 瓜哥有沒有發現我們 比較以前的時候 比較沒有 醫美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大家皮膚都比較好 然後現在醫美很發達之後 大家皮膚都越來越爛 因為現在的女孩子 她們不是沒有做 大部分都是做了 而且就是Over 或者是用錯誤的方法 做太多了 那我遇到那個是我朋友 她本來是一個禮拜去一次角質 後來她有一天 被她發現一件事情 她去健身房 然後去蒸氣室蒸完之後 然後就全身做完之後 那皮膚很軟的時候 她就拿那個沐浴機 那個像菜瓜布那個 然後身體全部都抹一遍 然後她本來用那種磨砂膏 她臉也仔細的抹一遍 那忽然發現她這樣做完之後 皮膚非常的光滑 然後她那一天 回去跟她男朋友的時候 她男朋友摸到她的身體說 你皮膚好好喔 那這就變成一個正向的回饋 她就變成兩天 然後就去健身房 然後去蒸氣室之後 蒸完之後 然後就全身做去角質 然後她男朋友就說 你皮膚越來越好... 她就這樣搞 大概搞了兩個禮拜之後 她就來看我的門診 她就說 奇怪 笑醫師 為什麼我從手腳開始 開始長一顆一顆紅紅的 紅紅的紅疹 然後慢慢的那個紅疹 才爬到她臉上去 然後我仔細看她的皮膚 她皮膚已經那種光光亮亮的 就已經看到那個角質 已經很薄很薄 連下面的皮膚都看得見了 然後我才跟她講說 其實我們的角質細胞 並不是說 就是完全沒有用 你把它去掉 就是什麼毛孔粗刀 就消失不見 你把角質去掉了之後 你的皮膚反而很脆弱 然後很容易受到 外面的一些刺激 後來我就強迫她說 你一個月都不能去角質 然後也不能去蒸氣室 然後她後來還搭配一些 口服的一些樣類固醇 還吃了一些抗組織 最後終於才是皮膚才恢復正常 隨時檢視自己身上 NG的壞習慣 才不會造成身體上的負擔跟疾病 日常生活當中 多加留意就有可能 可以讓你健康的過生活 謝謝大家 根據國建署的統計 一般兩到三歲的小朋友 蛀牙機率大約是31% 到六歲的時候 會上升到79% 在這邊要特別提醒各位家長 尤其現在寒暑假期間 不要讓小朋友 攝取過量的甜食 平時也要注意 小朋友的口腔保健 跟衛生習慣 定期每半年 可以帶小朋友去屠服 孵化物對牙齒表面 可以增加它對抗酸性的能力 也可以促進牙齒表面 法郎折再蓋化 對預防蛀牙 有非常大的功效喔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